身边很多女生整天述说着单身狗的日常 特别纳闷 其实他们身边有很多男生啊 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如意的呢 问了很多单身的女生 他们不喜欢和什么样的男生谈恋爱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许这就是男生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1.自信心爆棚 这些男生永远觉得自己特别苦 和相貌普通的女生说话 他们就不屑一顾 不太尊重人 一旦女神在场就献殷勤酸酷 他们以为自己懂得多 总是大声说话 想出风头 其实女孩子最讨厌这种 反而喜欢谦虚点的人 男生必须要认清现实 不是每个人都能追到女神 自信要有 别太自负 2.无上进心 女孩子总是希望男朋友上进 即使不是高富帅 只要有积极向上的心 女生一般都会和你在一起 男孩子上进 有规划 和你在一起吃点苦 都是心甘情愿的 如果你是每天沉迷游戏 逃课 懒惰 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 一次两次 别人会劝你 跟你讲道理 我心我术九了 就会觉得 如果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根本没有未来 自然会疏远你 3.邋遢 说好听点是 大丈夫布拘小节 但如果把握不好度 布拘小节就会变成 不修边幅 有些男生穿着奇怪邋遢 头发也不剪 一说话 牙齿上都不干净 甚至几天不洗澡 衣服也不换 这样会让女孩子 心生厌恶 有时候处男生群里经过 臭气哄哄 差点自息 谁敢做你的女朋友 其实男生言辞 都是其次的 只要干干净净 一身整洁 好感立刻倍增 感情都是有好感 演变的 4.抠门 气度小 现在大学里 有些男生过于斤斤计较 在社团里 多做了一点事 就愤愤不平 女生多说了她几句 就记恨在心 想伺机报复回来 吃不得一点嘴巴亏 节约不是让你抠门 以前有个男生 追了一个女生 刚认死几天 就让那个女生 给她送饭 出去玩 舍不得打车 两个人走了一个多小时 渴了舍不得买水 那女生实在受不了 买了瓶给她 一回来两个人就催了 追求别人的时候 都这么抠门 还指望你变成男友后 会有多大方 5.目的不纯 或许是受现在 日渐开放的恋爱观的误导 或许是看到了情侣残眠 吃多了狗粮 男生们找女朋友 都秉承 找准目标 快速准确的三个字方针 才认识不久 聊了几句话 就急不可耐地 询问是否可以在一起 你会把女孩子吓跑的 明明和你不是很熟 就为你谈过几次恋爱 哎 一看不安好心 只让人反感 立刻拉黑 6.过度追求男女平等 有些男生也喜欢拿这样的旗子当令件 处处要求男女平等 比如说初次约会吃饭 一定要AA字 这次请了妹子 那下次一定妹子请回来 和妹子聊天 一定要坚持对 等他回一个字 你也回一个字 他不给你点赞 你也不给他点赞 像这种男生 太容易计较双方的付出了 你别以为他穷 他条件是不错的 可是他不是来谈恋爱的 他是来做生意的 就算恋爱开启了 在之后的相处里也会出现问题 最终导致感情看起来是无疾而终 其实早有预造 7.比女人还没有安全感的男人 很多男生 他们对另一半不放心 不准交易性朋友 下班后多长时间要到家 处处地方 这种男生心胸狭小 大多有暴力倾向 没有包容心 女生一旦犯错 可能糟字毒打 跟这种男生在一起 就像跟魔鬼共度 危机四伏 而又不敢半点怨言 他们看人际关系过于狭隘 把男生与女生的交往 看成是男仓女道 或者是过于自卑 极度紧张身边的女生 会与他人有勾搭 一旦不回你信息 你就觉得他在和别的男生聊天 他可能会很讨厌你 他准备要把你删除了 还有一个哥们 总是在反思 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是不是要去道歉 送个礼物赔个笑脸 让他来和自己聊天 这就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自信 心态不成熟 不稳定的表现 如果你想找个女朋友 还是得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吧 不然整天的空想是没有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